朋友们好,我是李小斌,流浪中国 现在正在七星西藏 昨天晚上是在邦达镇 这个地方租了一个小旅馆 今天要前往20公里外的鹿江七十二拐了 希望一切能够顺利 今天有一个小小的挑战 就是我13公里外的夜拉山 海拔是4658米 不过在我看来应该是问题不大 现在就准备收拾东西 继续往前出发了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这个山山太冷了 直接下冰雹 然后风又大 现在就直接下七十二拐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午的6点钟 现在起风了 我的前面呢就是 鹿江大桥 现在是晚上的7点钟 现在已经过了鹿江桥 离巴苏的话还有30多公里 在这边找到了一个小排布 然后它这个门 它这个门是可以开的 看一下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的话 有一张床 然后还有一个烧水壶 我今天晚上呢就打算睡在这座场上 刚刚把我的自行车弄进来 然后把我的锅架上 外面呢又来了一位徒步的老哥 他住我旁边的房间 现在这个饭呢已经做好了 由于我那个菜锅 昨天丢了 今天呢就乱炖了一下 先来看一下 这个有鸡腿土豆 还有我上次弄的那个什么菜 就是这个跟白菜一样的 尝一下 土豆 OK烂了 这个白菜不行 这个白菜 就跟水煮的一样 鸡肉还可以 肉团 开饭 有点烫 这个东西 变个东西 OK OK 有点昨天的味道 甚至比昨天8.8的要好吃一点 肉团 就是这个白菜 我估计要爆炒 要不然不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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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睡在这里呢 非常的暖和 非常的安全 而且还有一个老哥陪着我 超级的爽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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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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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